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关于俄罗斯伊尔76这架运输机 在比尔格罗德区域里面坠毁的情况 现在信息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原因也越来越清楚 首先这架运输机基本上可以判定 是被外来的这种高炮或者导弹所击落的 就不是它自身内部发生了爆炸 或者是飞机故障坠下来的 而说受到了外部的攻击以后 坠毁的 那这个打击的人是谁 现在基本上也可以判定为是俄罗斯方面 讲的这个原因是由乌克兰方向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 因为俄罗斯呢 他说不是我自己的导弹的乌龙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运输机给打下来的 而是外边的比如说乌克兰方向导弹 但是至于这个导弹的型号还没有确认 比如说是美国的爱国者 还是欧洲研制的紫瓣 还是老式的俄制的这个S300 现在这个弹型呢 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导弹打的 不是高炮打的 因为射程的距离是相对比较远的 属于是区域型的这种 就是能够打上百公里的这种导弹 这是主要的攻击手段或者是样式 第二点 这架飞机坠毁以后 现在黑匣子找到了 举云记录仪和航行记录仪都找到了 现在双方呢 俄罗斯的说法是上面要载有乌克兰的 要交换的战俘 但是无妨说呢 就是上面搭载的主要是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是导弹 那这个事情呢 我想很快也可以搞清楚 也可以根据现场的遗骸呀 还有DNA的鉴定啊 来查明到底有多少这个人员 到底他们是乌克兰的战俘 还是俄罗斯方面的机组人员啊 这个肯定是可以查清的 包括这个飞机呀 散落的比较大 这个也是说明不是机械故障 比如说这个飞机在这个区域里面坠毁 而是受到了攻击之后的 解体了 所以它散落的面积呢 就比较大 那这个事情呢 无论如何 是俄乌的这个冲突 进一步的加剧 因为这个区域呢 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那它的飞机被打掉了啊 尽管是军用的飞机 但它呢运送的物资或者人员 是现在说法不一 那俄罗斯它一定要采取报复的手段 就是加重打击对方的这个防空体系 打击对方的这个有声力量 使它的这个就是俄乌冲突边境区域啊 更安全 因为现在嘛 都已经纵深到几十公里的这个区域了 实际上是不安全的 那么包括还有一些更纵深的目标 也受到过无人机的这种吸扰 那下一步呢 双方可能在攻防这个力量转换上 或者在这个作战的样式上 还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要对对方的这些雷达 对对方的这些导弹阵地啊 加强打击 对对方的这个弹药裤加强打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呢 在就是双方的这种作战中呢 会发生的更多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 导弹的攻击和对纵深目标的攻击 关于这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